做天文研究的工作 到進大學那個暑假呢 就把家裡面訂的牛頓雜誌 裡面關於天文的部分 就去看過一遍 那這個過程中我就得到一些興趣 所以等我到了大學以後 我就去參加這個天文社 畢業以後我也到中央研究院 還有這個美國的 伊利諾 Urbena Champagne分校 做天文研究的工作 寫作的想法是從大學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天文的書籍比較少 能夠把一些天文的知識 透過這個書籍 把一些科普的想法傳遞給大家 其實現在我基本上就在做這件事情 在大學裡面教書 然後寫作 再做這個天文的推廣 在台灣其實如果想要看星星 冬季的亮星是 世紀星空裡面最多的 而且也相當的好認 其實現在這個關係的APP很方便 而且你手機是會隨身攜帶 所以到了戶外 如果你看到這個美麗的星空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APP來做一個輔助 其實在台灣如果是要看銀河的話 最適合的季節是這個夏天的時候 因為這時候銀河的中心 銀河中心是最亮的地方 最亮它是會出現在這個夏季的時間 像春季的話它會比較偏南邊 然後比較靠近地平線 冬天的話是銀河的反方向 所以它沒有那麼亮 秋季也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它會比較偏北 沒有那麼亮 平常關係的話 我常常會在我們家的屋頂 如果天氣好的時候 我會把相機架起來 然後去做一些簡單的天文的攝影 有時候我會去漁光島 它有一大片的防風嶺 會把這個台南市的光害給阻擋掉 那台東路其實我有幾個很好的關心地點 可以推薦給大家 像這個三仙台 還有這個長濱 還有這個綠島 其實這個幾個都是一個很好的關心地點 先找到亮星以後 然後再去找他們相對應的一些星座 從這個方向去跟大家介紹 跟大家入門 然後我會再跟大家介紹一些 星座後面的一些神話故事 讓大家關心的時候呢 能夠獲得其他的一種訊息 天文王的計畫可以 譬如說可以拍月亮 拍太陽還有拍行星 另外還可以拍這種深空的天體 像星雲星團 這種目標它就比較暗 曝光的時間可能要好幾個小時 關於望遠鏡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解鎖課程 那在這個解鎖課程裡面 我會講的更加的詳細 那歡迎大家加入我的課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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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